聚會 郭桓 聚會 郭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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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直都沒有機會得到這個獎項 然後去年對於我來說 確實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年 然後我覺得對我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因為就是你的付出 你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對啊 那我覺得 除了自己的表現付出 以外 那我覺得就是團隊 還是團隊付給我這樣的一個責任 那我覺得 就是也很開心 很幸運能夠得到這個獎項 新的球技對我來說 其實它也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因為不管是在人員的變動 包括本土球員跟外員 那其實 這個過程中我們還有很多需要去調整的 對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對我 還是對團隊來說就是新的賽季 很期待啦 還是要比去年更 走得小心翼翼的 其實一開始 其實真的沒有把握 過去的第一年大家也知道 我跟 我跟 Kenny 高級人 在社群上有一個 比較 不好的衝突嘛 對啊 那確實 剛好那時候 之前我們就已經在討論這樣的議題 跟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對 然後就是經過了 一個賽季 然後這個賽季 確實在今年 4月27嘛 我們正式對外公佈 自然公會成立 那其實我們已經 處理過非常多的案子 不管是合約的問題啊 那球員的一些問題啊 包括一些什麼保險的問題啊 其實我們都處理過很多 對 那這個也讓我們也 就是 越來越有信心啦 過去幾年那其實 都看到很多的例子 球員有受到不好的待遇 那他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去申訴 更離譜的意思 應該是說 根本沒有人願意去聽球員的聲音 對啊 那過去幾年 在CPS時期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一直在討論 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應該怎麼做 可以去幫我們的年輕球員 下一代球員 去讓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管道 可以去讓大家聽見球員的聲音 包括小鼎自己嘛 就是我覺得我們也討論過 就是也是一個責任啊 因為我們確實因為也是籃球 他給了我們很多嘛 那我們確實在自己的籃球生涯末端了 那其實 現在又有這樣的環境 那我們希望能夠去跟 不管是球團 資方 聯盟 一起去合作溝通 然後去打造一個 不管是保障球員還是保障資方 然後給外界給球迷一個更好的環境 那其實動力 就是真的很希望 大家能夠看見我們 真的 我指的大家可能 除了在台灣 外界 社會上 對我們籃球員的認同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 在亞洲 大家在看見我們台灣的籃球 確實跟 可能過往是不一樣的 他確實是有一個非常 非常有競爭力的一個球隊 對啊 然後 希望就是在 這個方面能夠去幫助到他們 他們有這樣的表現 確實做為 你說學長或者前輩 或者是以球員的身份 或者是工會的身份來說 確實都會很 感到很開心的行為 因為 大家一起努力的 然後我們 所有籃球人 籃球的環境被大家認同 被大家看見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 一個動力 就是會 使我們想要去 去做 去完成 因為過去的前輩 他確實 他們也是到了一個階段 所以他們想要去 幫助 回饋 去協助 那相對我們 現在也到了一個年齡 那我們有這樣的能力 那我們希望也是 能夠傳承一些 前輩他們所 可能養成下來的一些 東西嘛 對啊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我們 能做這些事情 那代表我們的下一代 其實他們也能做 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就是一代傳一代 一代傳一代 讓大家都看見我們 台灣籃球這樣 就說這個 其實我們也都夠想要去